所以我今天小平先生我在这给你重申 第一这个反党的话我绝对不说 这个对国家这个形象有影响的话我不说 我还有一个没有证据的事情我不说 郭文贵有个好名声 战斗了二十年的反腐再见 我是反腐英雄 反腐英雄 这是我很珍惜这个名声现在 第二个我这个人现在大家都知道 郭文贵说话上话 说的事情都能拿出证据 包括李友这案子也证明了 刘志华事情也证明了 那么中国我现在目前没有第二个人敢这么做 还真正做到这样 所以我珍惜我 我就是中纪委有句话 这个领导批的案件 这个想办法去找证据 找不到证据就照证据 就是造出来造证据 那么公安的这个经浸上也是这样的 那么只要是领导批的案子 没证据照证据 但是只要是老百姓举证的 谁举证谁拿证据 那现在我举证我就要拿证据 我要满足公安竞争和中纪委办案的一标准 我举证我拿证据 刚才我像我说的 傅政华这个先生这个事情 他可以站出来说话 他说没有 没问题 我们在明镜电视 我把证据亮出来 你可以把我的犯罪证据亮出来 我们大家好好地晒一晒 让老百姓判断 到底你有没有犯罪 我说的事情是真是假 这就是我所说的 今天咱们的国内的所谓专业主一个一个的办案 完全不以事实为根据 也不以法律为准事 也不管你有没有证据 完全可以倒出来就够了 就刚才您说的 现在刑具逼宫这词 完全不能形容所谓的国内办黑案了 它已经超出了人性超出的底线 另外一个呢 现在他们没有证据 我们说话要有证据 我们不能跟他们学 所以今天我为什么要站出来 我要让所有今天的春节前 受傅政华所有杀害的这些人的家人和亲人 很多人也都在海外不能过年 我要让他们知道 不要以为傅政华说了你家人有什么事 你就真以为有什么事情了 要坚持自己的底线 我们要以事实为根据 以法律为准事 不管他是好人坏人 他都应该有尊严 他都应该有起码的人性的尊严 所以说我觉得在这个春节之前 让每个人都应该像我一样站出来 不要把牢骚说话 要一定不能让这些人失望 找出这些人的证据 我不相信一个人 他们这些人是一个所谓的清官好人 只要你用心 只要你大胆一定能找出来 现在我很自信的说 不管他有多大的权力 他们一定是 这个结果会非常悲惨 因为十几亿人民 是一定会给他算账 像傅政华这样的人 给中央领导出的主意 说咱们这个政治上有危机 海外反对市场要撤反 搞和平演变 这都是他们搞的政治花招 真实的目的 都是想掩盖自己的 这些犯罪的这些证据 然后对信息平地 实际上都是显恶之心 小人之行 你知道吗 所以说我不认为什么 有这么多大的政治想法 搞这个媒体控制 那么另外一个呢 这个像傅政华认人 他指示我说 未来我们要揭发的人当中 四个人当中 级别最低 级别最低的 我们还有很多这样的故事 中国今天这个 很多的问题 实际就是那几个人搞的 就像这个文化大革命 就是私人帮搞的 这个乱七八糟 那现在我们这个 这个国内的政坛呢 也有几个这么个坏人 我们的目标和任务就是 让老百姓 通过我们这个提出的 不可推翻的真实证据 让他们了解到 谁是你们的好领导 谁是真正的腐败的官员 谁是我们这个国家民族的威胁 这是我们下部要做的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